Hello 大家好 我是Kevin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已经来到1月11日 已经是成人节 看到周围没什么人 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现在就来到京都北面的北野天满宫了 现在来到这里 因为我是刚刚新年 应该是新年前后的时间 就出了一条片 帮大家买十二新肖的神签 还有这个是摆设 摆设里面有个签在里面 帮你们送给你们喜欢的家人和朋友 现在我就来到这里 我就买了 我买很多 现在就进去买之余 顺便介绍一下北野天满宫 这个是什么地方 看看周围有什么东西 看看有没有人穿着和服周围走 在进入北野天满宫之前 门口这里有很大的石灯笼 其实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雕刻 很多人都看不到 就是这样走进去 看到有兔子 其实有十二新肖在这里 虎兔 龙蛇 马羊 猴 猴 狗 猪 再走到这里 鼠牛 原来老鼠有几个 其实这个有十二新肖在这里 很多人都离开了 OK 再走到北野天满宫里面 这个是一个石的廟居 很大座 天满宫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到 其实这里交通不太方便 要乘巴士才来到 可能很大人不一定会来到 这个真的很大座 也设置 哈ズモデ 哈ズモデ 北野天满宫 OK 这个招牌也很漂亮 金刚闪闪闪 那我们就去左边这边 先坐着人 啊 还有看看这里 两边呢 有这座 很大座 这里看到有个梅花 其实这个梅花呢 就跟北野天满宫有关系 进去再说 走到这里了 那想怎样呢 我就这样走 其实进来的 坟室之前 在这里应该是那个鞠躬的 那才走进去 代表有礼貌 还有呢 不要走正宗 走左边或者 其实走右边都无所谓 那中间呢 就是相传这些神仙走的 那就走两边 OK 走一走 进去这个天满宫 其实今天是星期一 但是是公众假期成人日 但是看到不是太多人 这里呢 开始看到了 有些牛在这里 这个呢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 这个北野天满宫是 1947年建成的 那你听到就知道 超过一千年的历史 超变态 那这座天满宫是为什么要建的呢 其实是因为想制止 而奸园道真这个 以前很出名的高官来的 奸园道真呢 就很喜欢梅花的 所以呢 这座北野天满宫里面呢 很多有关于梅花的东西之外呢 那你刚才看到有一座牛在这里 那其实呢 奸园道真这个人呢 那他在牛年出生的 那因为这座北野天满宫是制止奸园道真啦 那所以呢 就有很多牛在这里的 那还有呢 我看回一些资料 就说奸园道真这个人呢 就死在这个 牛日的牛时 就是丑日丑时 那丑呢 就是代表牛啦 那所以呢 有很多牛在这里 跟牛有关系的 那这里呢 那些牛呢 是有个给你摸的 那在前面看到啦 那我去摸摸 那其实在冬天拍摄呢 我拍不到自己 因为太冷了 啊 再看看前面 有个 叫流门的门 这里很大座的 那上面有个 盔抹 就呢 挖了一个牛 有只牛在这里 而且有些梅花在上面的 啊 这里啊 虎牛 可以摸 那他已经说有抗菌的了 那我就 诶 诶 诶 哇 没有了 有了 OK 就摸呢 就摸一摸它 真 摸去摸一下 可以身体健康 和摸它聪明一点 佳玉道真呢 这个是高官来的 是民官来的 所以呢 摸一摸它呢 就希望呢 聪明一点 佳玉道真这个人呢 香港人应该不太懂这个人 但是 佳玉道真是日本人心目中 是一个学问的 神仙来的 那当然是有个 真的有个人 那你可以 联想回 譬如孔子 孔子又出名的 那日本人的心目中 就好像中国人心目中里面的孔子 那样 就很聪明的 那所以呢 有时候 考试的时候呢 天满宫这里呢 就爆了人 就求神拜佳 希望你自己的成绩好一点 OK 到这里了 多长了 这么大 零和三年 这里画了一只牛 和上面的梅花 这里呢 有一些牌子 可以看看 哇 好大水蒸气 我眼镜看不到 我看看我眼镜呢 爆了水蒸气 哎呀 我看不到里面写些什么 我说不要紧 其实我已经知道它说什么的 那这个说不业的天满宫 很简单地说 那其实呢 这个是制着奸元道真 奸元道真 奸元道真的字是这样写的 奸元道真 那这个是天满宫呢 其实全国都有的 那另外一个最出名 就是在福岗里面 都有个天满宫的 那就是 总共有一万二千间 这些天满宫 那它最厉害 就是总社呢 就是这里了 不业天满宫 那这个呢 再说回 九四七年在这里 九四七年 就是川上天王 就是九四七年 就站这里的 那这个位置呢 是京都市里面的 属于天满的一个位置 那天满宫是关于 回到中国的历史呢 就可能知道什么是天满了 那这也是 和风水有些关系呢 可能读风水 可能知道什么是天满了 OK 那就不需要多说 那么呢 就可以进这里了 这个就叫楼门 哎 等等 啊 不好意思 楼门了 那这个呢 就叫カドマズ 门虫 新年那时呢 就会放这些 カドマズ 门虫 在这里 OK 那这里是国宫先 先进去 那看回来 这里呢 有一些扭扭的 这里 那这些呢 就叫珠田城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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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就是绝戒 那这些就是神的领域 那这些呢 那不知道说这些东西 大家有没有兴趣 那我都尽量说我懂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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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错了 那因为太 preca suficiente单 sitting 那这行 再走进去先 好 那先走这边 奏进去 这些 是梅枝来的 梅花来的 可以去 揉《约茶廚松готов》 那什么都有 那可以招福 还有这个让身体健康 Yen Kimono 是一个很容易投入的东西 Yen Kimono 是这个 1000日元 这里是有梅的 不如在这里我播回一条片给你 其实我说夏天来到这里 8月底应该是 那时候你刚刚在这里晒梅 那我就给一条片给你看一下 他们怎样晒梅 现在就来到京都的北野天梅宫 那是西镇的地方 那我现在看到 那些神社的工作人员 那些巫女 Miko 和那些叔叔 那他就抬些梅 回到京都市 那我相信他应该是 有太阳出来的时候 那他就晒了些梅 那太阳下山的时候 那他就收起梅 回到那边 那梅呢 他就说 12月13号 就有得拿来吃的 哇 挺棒的 飞梅 好像是飞梅 OK 回来了 那我们再进去这里 再进去 我前面有摸牛 也可以 那我们去摸一摸牛 这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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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呢 摸完之后就走 難得会贴 又来了 哎 那这个是石 这个是 我先摸摸头先 哇 大家都摸摸头 全部都是 布满了这个消毒液 这个是石 哎呀 哎呀 这个是合格的 那我 如果我下次考试 希望我会合格 OK 这边又有 我都摸完这边 这边又来了 他先去 大家记住 下次来这里 记住摸牛 可以给你摸的 哇 真的 好濕啊 他的头 OK 再走进去 那这个呢 就是三光门 可以看看 很多人都是 直走直入 没有理会 这边是什么 那这个呢 就是三光门 是重要文化材来的 那三光是什么呢 这里是写着的 日月星三光 但是我找了很久 都找不到 他说是在雕刻里面 那我看看吧 天满宫 那招牌呢 下面这个位呢 那里呢 是有五点夜的 五个圆圈的 其实是代表 星梅缝纹来的 这个是 梅即是梅花 那它五点这样点 就像一粒星那样 星梅缝纹 那就是代表 北夜天满宫 在北夜天满宫 你才能用这个纹 那有很多很漂亮的雕刻 那他在雕刻里面 就藏了 日月星在里面 但我找不到 在这里看看呢 招牌后面呢 其实呢 都有一些很漂亮的雕刻 有很多人呢 又是直走直过 那里 这里 有一些 这个是壳来的 雕刻来的 很漂亮的雕刻 那里有一些 类似龙的雕刻 那里面 那里面 好像麒麟那样 那里面 那里又有这个绝戒 那里面 那里面 我有这么多部分 这些東西 那里面 这道人呢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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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色的 這裡是紅色的 上面 這裡是紅色的 可能是日口來的 我覺得啦 我沒有問那些人 我不知道 但是找不到星星 我也是 那個公星在這裡 就走進來 過了這個三江門 前面就是本殿 這個就是國寶來的 超級 夏天的時候 神職人員就在這裡 曬煤的 這個位置 剛才的影片應該看過了 這裡周圍有多毛類在這裡賣東西 賣戶在這裡 賣戶身戶 這樣 三江門 這裡是松鼠 走近一點 這樣嗎 要等呢 我先去 扭去其他地方 我走去買十二新肖的神籤 再寄回到香港送給大家的 希望大家送給朋友的時候 可以有快樂的時刻 我買完之後 再和大家看看 啊 我買之前 我再在這裡放一塊 很棒 我已經完成了 現在先去買這個 新肖 先去看看 我已經搞定了 三大袋 其實母女Miko姐姐姐 都很混亂 她應該沒見過有人一次過買這麼多 搞定了 我現在就代好她 然後回家慢慢再寄回香港 再送給大家 雖然這個不義天滿宮不是世界遺產 但本殿是國寶 可以來這裡看看 我拍了本殿給你看 我忘了拍給你看 這就是本殿 城大 上面有很多雕刻 我相信很多人來這裡都不會特別留意雕刻 但這雕刻很漂亮 每一個都是 酸近一點 這個類似 那個鼻子很長 不知道是什麼生物 這一邊就好像馬 這樣 那這裡呢 是像千萬一樣的 很多很漂亮的雕刻 這樣大家都可以來個畢業天滿宮 來看看摸一下牛的 希望大家聰明一點 還有身體健康 OK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下集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